一起倒数 三二一 请揭晓 好这就是我们的六大食安的一个条例新政策 也欢迎记者朋友 好好地来帮我们做一个播报 2020年台北食安州在3月23号开跑之后 台北市卫生局又在30号召开活动记者会 公布了六项食安条例新政策 纳管了总共42个业别 其中也有包括米其林餐厅的鸡茶 纳管面相包含食材的源头到餐厅的店面 为的就是让资讯透明 卫生局表示 因为新冠肺炎许多民众都不想外出 很多人都上网消费 网路直播购物大受欢迎 所以卫生局一定要加强管理网购平台 守护市民的食安健康 嗨大家好我是Misha 我是雨虞 雨虞我们今天来到了台北食安州的记者会现场 那让我们来询问一下科长 如果我要在网路上贩售一些食品类的东西的话 我需要注意哪些呢 欢迎科长 哈喽你们好 感谢你来我们食安州的会场 那台北市卫生局这边要提醒大家呢 如果你想要在网路上直播食品 那你要记得有四大要件一定要遵守 那第一个就是你在网页上揭露的资讯呢 要符合我们以通讯方式 贩售我们相关的食品跟餐饮的定型化契约 因记载跟不得记载事项 那里面包括我们的一个企业组的一个资讯 那还有商品的资讯 以及一些销针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权利的部分 都要明显去做揭露 那第二个部分呢 因为你既然贩售的是食品 你记得要做食品业者登录的一个动作 做完这样的一个登录 你才可以从事我们食品相关贩售的行业 那第三个如果你是贩卖的是进口的食品的话 记得所有的进口食品 你要上网贩售之前 或者各大通路贩售之前 他一定要正规的经过我们的卫生部 卫福部食药署的一个进口食品 输入食品的一个查验登记 那才能正式的做贩售 最后呢 所有的食品在上市之前 一定要有完整的中文标识 如果你是进口的食品的部分 一定要张贴或者是印售 完整的中文标识之后才可以进行贩售 以免触犯我们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陈怡厅科长表示 因为很多网购以及网路直播主 会在网路上贩卖商品 民众在上网购物的同时 也要注意产品内容 也会要求标示资讯要齐全 以维护食品安全及消费者的权益 我们针对网路直播食品的一个销售的部分 我们总共查核了五家的直播的业者 那常见的相关的缺失的话 就是包括它的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不得记载事项的一些项目 没有在网页上明确的去写明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针对它的这个食品业者贩售来讲 它应该办理食品业者登录 它并没有办理食品业者登录 在销售的部分 我们抽查了18项的一个食品 发现有4项的食品是标示不合格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网路业者 不要以身试法 贩售未经查验的食品 民众如果觉得对于食品安全 有任何的疑虑 欢迎跟台北市卫生局查询 卫生局也会做好把关 跟资讯透明的工作 保护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记者李嘉金 廖宇轩 陈文旭 台北报导